这恩格斯所说的 跟像相当讲论书的古典的朴素维吾族一样 他只是叙述了事物的总体画面 而事物的具体画面 他不可能认识清楚 作业不有超常智能吗 咱们讲智能器用科学概论的时候讲了 超常智能认识事物也还需要有常态智能参照系去参与 没有常态智能参照系也不行 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老子孔子他们论述不了分子原子 那时候科学还没这些东西 参照系还没这个东西 你还不能知道去做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现在到了现在这个时代 要想把我们超常智能发挥的更好 也还必须要修养科学意识 得符合咱们的科学 因为咱们搞智能器工啊 离开当代的科学 你要想走上器工科学 做不到 龙先生不讲过吗 古代超常智能也很厉害 春秋战果时期 器工的高潮也形成了 但那时候呢 只能形成古典的传统器工学 而不能形成器工科学 道理就在于此 所以我们接受了这个教训了 所以我们练智能工的需要意识 首先第一位的需要科学意识 科学意识 什么叫科学意识呢 什么叫科学意识 如果简单的说 就把它的科学知识 科学的本性 反映到我们意识当中去 从我们意识的内容 这就叫做科学意识 那么科学是什么呢 他们书本就说了 因为科学 它是对客观世界 自然界 社会 也就是包括人体 对它的规律正式的描述 而且这科学不断发展 一天一天发展 发展过的当中呢 有的 有的真理 就被 否定了 有的真理 被淘汰了 有的真理 被发展了 这说明什么 从这个发展过程 就说明科学的真理 它是有相对性的 任何一门科学的理论 它的规律 都是有相对性的 它是相对真理 在某个时期 某个范围 它是真理 所以这些东西 反映到我们意识当中去 就叫做科学意识 拿这个意识去指导我们的行动 那就叫科学意识 所以这个科学意识 这么讲 所以我们要修养科学意识呢 把这个科学意识修养修养 通过修养科学意识 通过我们对这个脑子里边 这样的意识 我们看到就看到 它不足的地方 要说明科学意识 有了修养 有了水平 有这么个目的 那什么 怎么叫修养科学意识 怎么样才叫的是 科学意识修养 对我们通过修养科学意识 而什么 脑子里面说明人 有了科学意识的修养 这就说啊 我们脑子里边不仅要接受科学的知识 而且更要接受科学 它本身所具有的特性 这就需要 这就需要修养科学意识 因为科学本身呢 它是一方面 真理性 它反应客观事物的规律 这个面要反应到脑子里面去 这是 这是科学意识 这个你多了 而且掌握了知识多了 而且能难得规律去处理科学事物了 这叫科学修养 这叫科学修养 因为自然性嘛 科学的真理性嘛 你看有的科学家 长了很多知识 长了很多技术 在 在研究事情 在对待科学事物 自然事件有很大的成就 就是有科学造诣 有科学造诣 有科学修养很高 他开始比较严谨 实验比较严谨 有的有道理人呢 他搞个实验 别人都服气 谁这些搞的实验 一说那没有错 他搞的严谨 实事求是 搞的严格 这叫科学修养 但是科学意识修养 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科学意识修养的话呢 他不仅要注意科学的真理性 你要有实践 反应客观规律 但更重要的是要注意科学革命性 这科学在不断进化 在不断的取得新的成就 因为科学本身 它本身是革命的 但是从一个科学家来讲 从一个科学家来讲 他往往在有了成就之后 思想就如意固执 就不愿意打破自己这个框框了 干什么事 放到我讲了 就都愿意把有知识 都放到我这个框框里边来 搞物理的 都拿物理去解释 搞化学的 都拿化学去解释 都给你跪在这个城市里边来 把这一块框起来了 就花定了 你再有新的东西 它不可以接受了 第二一来呢 有了科学造诣的人 他就直接的违背了科学的革命性 科学在不断的前进 在不断的进步 这样呢 这就不叫做科学意识修养了 科学意识修养 科学意识 就是科学意识本身呢 因为它是这个 这个客观存在着 科学一方面的反应正在 因为它要进步 把这两个反应进去以后 叫科学意识 所以这个有需要 你就能够 既然既能够正确对待 科学的正确反应事物的规律 也能够正确的 科学在不断发展的规律 所以 这个科学学样的话呢 它必须是两者兼而有之 真理性革命性 而且更加注重科学的革命性 因为科学 它向前发展的 不发展 科学就进步不了了 科学如果不发展 就不是科学了 那得成为什么呢 就可以称为是圣经了 那圣经 就是不能更换的神圣的教条 科学如果你不发展 跟圣经不一样了 就你真理 不能动 这么一搞呢 就违背了科学的革命性和进步性了 所以有的科学家 有在科学造诣很深 科学修养可以很高 但是呢 不一定有科学 他们的科学意识修养 不一定很高 所以科学意识修养和科学修养 这两个是不能等同的 科学修养是指的基础方面的 而科学意识修养 是以思想方法方面的 科学的思想方法 所以要想提高科学意识修养呢 就首先你得认识到现代科学的片面性 现代科学的片面性 应该是科学不断发展 是使得人类的认识 不断完善的过程 要敢于冲破医药的框框 是首先的东西 而且呢 要打破自己 这个主观的想法 打破这个主观 预定的想法 一个事物 一个事情来了 我们还要讲 我们还要具体讲这些问题 一个事情来了 先想它怎么回事 那都是错的 我们现在人呢 一碰这个事 以后想 什么道理 他问你什么道理 一个新事来了以后 一个新的事物 你跟我说道理什么道理 新的事物嘛 你不了解吗 去实践去试试嘛 实践来出真理嘛 没有去实践 就先认试什么道理 来解释它 好多人呢 就是呢 都习惯用已有的 现成的科学知识 去对待新生事物 有个第二还叫新生事物了吗 新生事物 就是不同意 就是不同意 旧的理论 就是突破了旧的框架 所以第二的话呢 你要用过去的理论 来对待它 那么你就不是 在正确反映科学的发展 而且呢 虽然这些是不允许 科学向前发展 所以这么一来呢 就直接违背了科学本身了 所以这个科学意识学长不够 这有好多科学家 在反对弃功 我们就说他们 科学意识修养不够 我们给他扣个帽子 这个帽子的话 应该是不大不小的 这是正合施 正合施 将来科学家看到我这段 看我这段论出以后 又非得骂我不行 这个王赫平啊 都变成方骂我们 我就骂他 所以咱们这个情况呢 就是施群的讲嘛 就是施群的讲嘛 他们看了以后 他从道理上 他得服气 就是这么样的嘛 哪个科学发展 真正的有发明 有建树的科学家 他们不突破旧框架行吗 所以真正的科学家 我们说 不太多 大部分科学家呢 那是什么呢 那是一个跟着走的 跟着走的 咱们俗俗说叫 宋三的和尚跟着哄的 说句话 我们说得更 就更有点挖口了 就是什么情况呢 有的科学家 张三那搞的什么实验 搞什么成功了 如果你这还没搞 你那个范围 你都成功了 好多人都讲了 都 你都做了 我们中国这个样子 有外国好多实验的 不仅是实验成功了 都变成实际性用了 我们在中国呢 搞个实验 实验完了 中国也发表论文 因为中国好多还没看着呢 也搞一下的话呢 这跟着跑 这不是跟着哄是什么呢 实际就是跟着哄 跟着哄呢 跟着外国人 屁股后头哄 你中国人说过什么事的话 不行 咱们中国可能是出产的 这个超声波的 超声波的一个机器 在国外已经得的是 得的金奖了 说明现在中国的 好多意愿就不卖中国的 就进口 它卫生部的话 已经登了一下 进口 你说怎么办 他就是 他认为外国的好 跟着外国屁股后头跑 他就跟着哄 瞎哄 中国现在科学技术 都是这个样子 那么你中国也是 土生土长的 那这更不行了 你是一个气功 气功 所以现在为什么不承认呢 为什么不支持 而且的话 好多的限制 就有人土生土长的 将来哪一天 进口一个气功 一进口 这是 这是在西方 得了诺贝尔奖的 你看中国就 轰轰就起来了 跟着跑了 当时中国也该讲了 我们中国老辈子就有 中国就是会干这个 现在科学家们就干这个 人家的外国有了 我们中国早就有 你早就有 你中国不拿过来 现在我要看了看 说这个虎克定律 弹性呢 我们中国 一千五百年以前就有了 现在不能说虎克定律了 再加上 加上中国一个 加上这么两个 因为什么呢 因为在汉朝的时候 的的确确就写过 这个这个瘫皇的话呢 那那个重力拉的形 形体变长度啊 和重力东西是 是有关系的 你几倍才可以几倍 就有过 就有过这个论述 可是你中国 你早干什么去的呢 你把中国早挖掘挖掘 你早向世界公布 公布好不好 他不啊 中国一说这个 但是中国是虞论 都是虞论 怎么外国一有了 我们中国早就有 啊 要搞这个 要搞这个 阿可佑 阿可佑 所以这也是一个 一个中国那个悲剧吧 这个悲剧 那我们怎么办呢 搞了这点气候以后 咱们罢罢罢以后呢 咱们就最好 就别这么做 我们现在先 先认识认识啊 去通过 就科学意识修养啊 我们得提高 这个思想方法 本来辩证 唯物主义思想 就是应该 实事求是的 对待问题 辩证 唯物主义的辩证法 就是发展的哲学 但是现在呢 好多搞辩证 物主义哲学的 也这样子 啊 也这样子 有时 有些个科学家嘛 就是说 这样的 我倒觉得是可以理解 所以搞辩证法的 也这个思想 我就理解不了了 辩证法本身 就一个这样子 不过也很难说 科学家也应该是 科学发展的 科学本身就是辩证的 科学本身就是辩证的 所以这里边呢 是 这是 这是同病相连 同病相连的 在一块儿 就得说明这个 真正的思想 还没有真正的 辩证法 我们讲辩证法 实际没讲 没通过这个问题 我们在概论里 不也讲了一个问题吗 只有一旦 在自然科学当中 心而上学 这些个 这些个思想 有辩证逻辑 这些个错误的 这些思想 真正得到清楚之后 辩证法 才能真正得到胜利 所以我们很多人说 辩证逻辑 不是辩证逻辑 而是逻辑实证主义 而是心而上学的东西 这样的话 这思想 就使得科学意识修养 受到了哲学思想的束缚 所以我们在讲 科学意识修养 要解决这些问题 再第三个问题 我们就讲一讲 练技能工人 为什么心想科学意识 其实我再一开会就讲了 要列了个题 大家再简单地说一说 就可以了 这个因为咱们现在的人 知识还太少 知识少 知识少 就应该属于愚昧无知 这个愚昧无知 反正我讲 越是愚昧无知的人 越容易抬杠 咱们先不讲了吗 就只有一个 就这一点 那个象 就是个大肚子 象就是一堵墙 它就可以这么抬杠去 所以我们 要想开阔我们的视野 就需要通过科学知识 来使我们 进入广毛世界的 这个大的领域里面去 我们要认识到 世界里面是这么复杂 各个部分 它的规律 又是那么复杂 就说明了思想呢 就变得灵活了一些 在过去 儒家讲了 大学不讲吗 格物置之吗 格物置之 正心称义 修身技嘉 最后平台下 一开始就叫格物 对这个格物有两种解释 一种解释方法吗 就是呢 他们过去讲嘛 是叫主观微信主义 王亚明他们讲的 把你内心的杂念 各种念头 把它去除 把这个去除以后 知识就来了 真知就来了 就是从气功修养 从里边 从内向运用意识走的 我们讲 对不对 对 所以咱们真理气功 进稿和西宁 说谁 就说 他就对 王亚明对不对 说廉气功 对 但是朱喜呢 宋 这个宋朝的称呼礼学呢 他们就不这么讲了 格物是什么呢 所以你要变革具体事物 变革具体事物得到知识 格物置之吗 得到知识 这个对不对呢 我们也说也对 可是古来他们给两个家打架 打架 从朱喜 跟陆九元他们就要打 一直到了明朝 汪亚明他们还打 到清朝 汪福之他们也打 其实他就是呢 他那个从内心里边 努力去做的 我们说气功的内向运用意识 从原体入手的 他那个变革事物呢 从具体事物 从常态就能入手的 这两个都对 这两个都对 所以我们这种功能 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两个都走 科学知识 就是不同事物的规律 研究研究这个 研究这个 研究这个东西 这样的话呢 研究这个多了 知识多了 你脑子通了 不就多了吗 你过去一元体里边 大概就封住一点 这点一点点 这封住了 这封住了 都封住了 科学人士有规律 你走到了 有规律 有道理 哦 这这么回事 通了 道有道理 通了 道有道理 通了 道有道理 通了 那不是 不就都通了吗 他老庞啊 你这么讲啊 这是儒家的思想 这是汪英明 是儒家思想啊 道家 佛家 也就是讲 初世练功 不这么讲的吧 其实呢 也不是这个样子 也不是这个样子 那佛家来讲 佛家里边有 有功巧名 一方名啊 所以五名处嘛 功巧名 讲的好多技术 一方名 一方名就是搞得一 治疗 所以里边的话呢 它也有好多的具体内容 不是像我们后人所说的 一说是胸佛 就是人事件都不要了 什么什么都不要了 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讲的话呢 我们学样科学知识 这就是要我们 从具体事物 从具体事物修起来 而且呢 这个科学的发展 科学越来发展越发展发展 面越来越广 越来越深入 不同层次的事物 了解得越来越细致 了解越来越细致 你脑子里边 治疗就少了 到了点走得过去 到那走得过去 科学就是规律吗 在那规律吗 这个规律 在那认识它呢 掌握它变化规律了嘛 它不是死的呢 以前为什么是说 它那个宫啊 就现在那个层次上呢 原来我们一个同学们讲嘛 释迦摩尼 咱们都说这个神仙 佛祖 他给你讲 小小的 阿南 你想没想 他想了 加射 你听见没有 听见了 摄地佛 你听见没有 听见了 听见了是 是你上这儿来了 他上你那儿去了 上你那儿去了以后 怎么他还能听见 还讲这个道理呢 咱们一听 这不是纯在说笑话 什么事 在世代目里面这么讲 你也听见了 你也听见了 他没上你那儿去 你也没上这儿来 就说明什么呢 你听见了是假的 没有的 是虚的 就是你自己脑子里边 想的 你这个心 那个心 得有这个东西 你的意识有的这个东西 不是真的 这叫以空应空 这个 想 你那儿有个应 一想一应怎么搞的 就是空的 以空应空 他拿这个来讲个空的道理 咱们一听的话 什么恐不是声波吗 声波你怎么知道的 如果你要没学物理 觉得有声波吗 你也不觉得有声波 可那时候的话 他就不觉得有一个声波 他也不会讲 这些声波 实际上摩尼佛怎么讲 不得声波了呀 还不过咱们 还不过咱们 现在出荣的同学呢 就想帮出去 小些东西都觉得 一说声音声 声波 噢 实际上摩尼佛声 佛走的 还不是个小孩子 那你还拜他干什么 科学的发展 是我们人院认识了 很多的事物规律 他又讲了个例子 把这个地 拿铁签 挖 挖个坑 挖到坑 指这个坑 这空啊 是实在的是空的 他一看出来地 底平平的 这实在 是不是实在的 是实在的 那天哪 挖个坑 挖了坑 这还实吗 你看出这个坑 有空的 这怎么空了 怎么空了 这本来就是没有的 你看就哭了吧 这儿哭了 那儿土那儿高的一块 就不算了 他怎么讲呢 本来是没有的 万法从原起 一切微信造 就是这么 你把他 鼓得鼓得就有了 还是你自己心里缘故 一切微信 你自己心里造的 你自己想过来的 就什么问题 他这么讲 可这个情况 你一听不成笑话了吗 可是大乘经典里面 这样的内容很多呀 倒不能说 每一本经都有这种笑话吧 好多里面都有啊 好提醒的都有啊 所以我们学科学 就是要 我们不要出这些笑话 你现在你也这么讲 拿了愣眼睛来 给大伙讲一讲 你看看 你看看热闹不热闹 我也这么讲 当当跟你讲 同学们 哎呀 庞长是疯了吧 怎么这么个道理都不懂的呀 所以我们也讲呢 不要符合现实 对符合科学 实在的东西 不然的话 你这个气功科学 发展不起来了 你讲的再好 要解脱 人家是空的 我空什么 所以那个图 堆在那儿去了 这儿空 堆在那儿去了 还没跑 没有消灭了它 哪跑去 没有 所以没人听了 这是第一 第二点呢 因为科学的发展 发展发展法 越来越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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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 发展发展发展 发展 发在哪儿去了 就发在人上来了 研究这个 研究那个 研究好多 研究人了 研究人的科学了 所以我们学自然科学呢 学科学知识呢 还要 要懂得 科学发展规律 到最后 得上人上来 自然科学发展结果 就会到人上来了 这也是为奠定 我们的器工知识 要奠定我们的器工意识 要认识到 器工科的兴起 是科学发展的 必然结果 还这么个内容 不光是认识规律 我们刚刚通了 还有一个通过度 过度过度 气工意识来 这样使人认识到 你搞了科学之后 到最后 必须搞人的科学 搞人的科学 就是器工 可以通过自然科的学习 而奠定了器工学问的基础 因为你要想 研究人需要叙述人的特征 现在科学 医学 对人很多的形体特征 依对他们的局部功能 有了论述了 这样呢 就能够帮助我们 生命科学 去认识生命运动的规律 因为我跟同学说过 为什么我过去学工的时候 老师们都喜欢我呀 老师都喜欢教我呀 因为就是他们的时候呢 就是老师那么白衣术教 练动怎么搞 也讲些理论 无非讲阴阳五星八卦 天干地支 再来点咒 有的老师们会懂得点 无韵六气 天气的无韵六气 就搞这个东西 当然有的老师讲天文知识 也还能够讲 天这个二十八虚 二十八虚 这个北斗星 什么紫微星 像咱们有书算卦的紫微斗树 都搞这个东西 讲数学规律 讲数学规律 讲八卦来讲数学规律 搞这套东西 但是呢 这些东西 一旦一接触具体实际 就完了 儒家道家监通的邵康杰 他住过黄极京市 邵康杰 跟陈团 周冰 周冰 他们都是 佛道家和儒家两家 和我们一起的 以后的话 在后世 也很有很大的影响 现在我们一说道家 一说 都说少康杰真人 说都成了仙了 少康杰真人 可是他林孙怎么说的 他林孙怎么讲的 先天道理以明 先天道理以明了 这先天道理以明了 但是对后天 对后天还不甚寥寥 林孙的时候啊 林孙的时候 眼前大路 先天一道 明了了 可是对这后天的东西 人怎么活着 这还不清楚 那么就道家所封的 少康杰真人 尚且如此 其他的徒子徒孙 可想而知了 我倒觉得 少康杰林孙的时候 说一个几句话 是非常真实 所以先天的道理 这个大自然的 什么天空啊 这个变数的 讲得很清楚 讲得透透视照 后天的这个人 什么样子 我怎么怎么着 还说不清 还说不清 他们的确说不清嘛 就是一个胎儿 说胎儿 说胎儿的话呢 怎么形成的 说腹筋无血形成的 他那不知道有个卵 他说呢 还有女人来月经 这个血这么形成的 这不是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就是 在这边呢 那个胎儿 一复兴无血 一结合之后 先形成那个眼睛 形成肾 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还有的就是先形成鼻祖 先清两个鼻孔 为什么说叫 一说什么叫鼻祖 还这么解 为什么叫鼻祖 这个人一先生 先生那个鼻子 先生鼻子 就叫做鼻祖 鼻子成开玩笑 鼻子是 那道家书就这么写啊 好多书都这么写 所以这个胎儿 跟母亲那连着 母亲那么一吸 胎儿也跟着吸 母亲一呼 胎儿也跟着呼 这不也是胡说八道吗 这个观点在西方呢 在一千多年以前 还有 可慢慢慢慢地在一千 在公元 在公元一 公元一千十一 公元十一世纪的时候 可能是 左右吧 于是开始呢 有人发觉了以后呢 没练气功 就发觉胎儿的脉搏和 母亲的脉搏不一样 发觉这个问题了 所以你觉得是 以前他们也说呢 呼吸跟母亲是一样的 心跳跟母亲是一样的 一发现胎儿都不一样 这些话呢 就是啊 他跟母亲没练着 可我们中国到了清朝的 到了解放之前的 气功著作 还这么讲呢 所以中国就太保守啊 所以气功他也不前进呢 没有现在科学知识 这母亲一吸 他也跟着吸 母亲一呼 他也跟着呼 他为什么一声就哭啊 一哭哭就哭 生的太苦了 上肚子里大概挺受苦的 就是 三十一 生的以后 第一轮就哇了 一哭就苦太苦了 这不都是忽念八卦 是 就违背了科学知识了 天涯稿呢 把气功 生命力就没了 我们讲呢 你就要了解了当代的科学知识 了解了医学知识 我们才能够借助这些知识 把生命规律 更好地产出它 所以我们说 修 修炼气功啊 还需要这些知识在里面 你说老师 上我那去 跟我那一讲 我那一说 先讲奄奄无形八卦 也会讲 然后再讲 吸力解剖学 我以前说什么 盖骨头 那块盖血管 那血管 一讲的话 他练了功 对啊 怎么你说的比我老师讲的 还对 我那拉开看过 解剖学 实习解剖的时候 把这个皮刀拉开 几块肉 原来我们那考试 考试怎么考 老师的考解剖的时候 把那一块肉 给你拴上一块肉 拴一个盘 五号 你抓签就一看 五号 回来答题 什么肉 哪块肉 拴个骨头 你说个名字来 一个肉 一个血管 一个身体给你拴上 拿个下给拴上 拴上一个再挂个盘 五号六号 先拿那个号 你到那看 拿几个号 你给你抓题 那个五号六号 七号 十号二十号 有五个题 好了 回去一看了 看完了 答上 你教教学 你写不对吗 就不及格 一开始有女同学 你们刚刚进学校 先学解剖 你刚从学校 没有接触给医 而女同学 不愿意看死 一方就害怕 一方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说这点 这么解剖的尸体 男的女的都有 怎么好去看呢 不好去看 再有福尔马林 刺激眼睛 流眼泪 不愿意去看 你考试 两分 考两次两分 还不行 还得去看去吧 你不看去 老两分不及格 怎么办 也得去看去了 所以这样的话呢 一块肉 一个神经 一个尸管 一个骨头 一个内脏 你都得知道啊 那个叫 当然你别 别别那时候 老师们 别得清楚 老师他那时候 这高症骨的 老师教气功的 那个气功教 他这一块骨能症 他总不是 这么把那肉皮 拉开一块 那么看 看得清楚 所以你都懂啊 你学就学这个的 他老师 哎呀 你讲那个真好 你这一说的话 对我练功都特有帮助 他说我感觉 他也练功有帮助了 所以老师就愿意教我 就是 所以我们现在呢 大家都是这个样子了 我们都这么学 都学科学知识 所以咱们为什么 加解剖 加生理 加心理啊 就是这个道理 当然咱们讲课 如果是 如果咱们在座的是 学个大学 学个大专的 咱们有的同学是 原来就是学 大专一上文化水平的 如果我们讲 现在的清空知识呢 好领会 讲到物理知识啊 数学知识啊 天文知识啊 好领会 我们高中毕业的同学 有的地方 咱们现在咱们讲 这个火焰整体观的时候 这很麻烦了 咱们讲 这个清空科学概论 咱们内求法 外求法 讲那个时候呢 都听着费劲 现在讲 火焰整体观 有的好好的人 听力很未尽 咱们到了 他知识里面很广 对吗 很广 说明科学 他高层次的科学 我们不了解 当的科学 知识了解太少 不行 所以我们同学们呢 有的机会 有条件的 当我们现在 先那么 先的学到我们 科美知识 毕业之后的话呢 你可不要说 我毕业越来不错了 好多的福利 都得去抠去 前几年我碰上 一个我还大的学生 他有几年 他没在哪里工作 上外面工作 他读了很多的书 心理学读了很多 读了好多 他再跟我一谈的话呢 心理学我都熟悉 哎呀 潘老师你也看书啊 他以为我们搞气功 就是 就是 就是呢 就是那个 看着气功书就完了 有这种 就是懂得咱们 那个传统气功诸 就完了是 因为他给我谈 马斯洛的心理学 什么斯基纳的心理学 那个 那个 完性心理学 就那个 就格尔塔理论 我那 我这都懂 都熟悉 他说 潘老师这个 佛罗里德什么 他说 你也看这些书啊 我说我也不看这些书 那书怎么写啊 所以我们同学们呢 现在先学 我们这种功力技术理论 将来以后的好多知识 你得去学去 当然将来你练了功之后呢 再学它更好学历一点 智力开发了之后 学起来更容易一点 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要 去修学科学意识 当然我们讲了 科学意识修养 不着重在各科的科学知识 关键着重在这个思想方法 当然有条件的人 你多学到科学知识 这样对科学思想方法 会更加有助于 对它的深化运势 从来这样的话呢 就是让奠定我们 这个自然科学 到最后能发展成 人的生命科学 在这边说 有马克思一段话 然后我就不讲他了 马克思那段话的话呢 就说马克思非常伟大 马克思非常伟大 他的愿意是能把 能把这个自然科学 在那里展示到 将成为人的科学 当然恩克思也讲了 只要统治人 统治到非生命流的 那些个学科的知识 达到一定水平之后 人的科学才有可能形成 恩克思就讲了 什么时候能形成人的科学 马克思讲了 自然科学最终将成为人的科学 什么时候能形成人的科学呢 恩克思讲了 即是在非生命流的那些学科 达到一定高度之后 你才有可能来阐述生命规律 所以这些人们真了不得 真了不得 那时候他们就敢这么说 而且现在呢 咱们搞了智能气功之后 这些问题了解更清楚了 科学 咱们上一次讲 意识的物质性 是智能科学 智能气功科学 这我们的知识论是正确的 而现在要讲的话呢 从生命科学 要讲他们的自然科学 变成人的科学 这个论书又是正确的 所以如果我们不去 不去修学更多的知识 我们对这些问题 就不能够正确的了解和认识 但是我们说的一个知识啊 这面很广了 你看到我们就 就讲这么一点 谈到多少 自然科学 宗教科学 马克思 马克思局的科学 这不都有了 就这么一段里面 这些都有了 所以像这些问题 我们同学们讲 修学科学意识 一方面是建立科学的意识 科学修养 关注科学 主要自然方法修养 对这呢 指如何修养科学意识 讲完吧 把它讲完 用这比较简单的 如何修养科学意识呢 首先是从哲学上的修养 哲学的 从哲学的方法论 哲学高度的方法论 来讲它 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要学习辩论维物主义 历史维物主义 它的方法 用这个它的最根本的精神 来去克服心而上学 局部的观点 这点关键是我们讲啊 不要学马克思的一个教条 关键是学的思想 学的方法 学的世界观 因为马克思的哲学 本来就是两 这么两部分内容 一个就是世界观 一个是方法论 世界观是威武主义 方法论是变政法 就这么个问题 变政维物主义的哲学呢 就这么两个根本内容 一个是世界观 一个是方法论 我们觉得世界观是个维物的 方法论是个变化的 这个变化是运动 任何事物都运动呢 而且运动的规律 是否定之否定 如果能把这些观点 真正领会了 那么它就干在事物去 这个科学艺术学养 就很简单了 所以我们讲 把马克思的哲学化 就变成这么简单 就变成这么简单 世界观 世界是物质的 世界物质是运动的 方法论呢 方法论是个 方法论 是个变政的运动 是否定之否定 就这么简单 你说马克思决定 世界什么 两句话 就完了 但是我们怎么去活用它 把这个方法 去活用它 因为马克思决定 哲学有多大一大车 的确著作 也可以有很多 关键的那么个问题 那就去对待一切事物去 做哲学的方法 哲学方法论是最高的了 最统帅的 总的了 有了哲学方法论之后 还要修学科学的方法论 科学方法论 科学方法论嘛 从现在来说嘛 就是总的大的来说 就是 就是分析法和综合法 硕音法 当然现在有的更多的 更多什么检措法 比例法 但这里边呢 这还是 分析 归纳的一种 更 更特殊 具体用的方式 从科学方法论来讲呢 实际上 从知识高度来看 科学方法论 也就三 就三项 分析法 综合法 和综合法 这个咱们在 证明其文科学总论里边 这个方法论里边 已经谈到这个问题 也谈到这些问题 如果我们懂的这个 科学方法论了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科学了 那我们就 一方面可以从重的方面 科学发展 另外也可以看横的方面 横的方面可以把它盖过去来 就可以抓住当代科学 它几个领域里边 不同的规律 而认识当代科学 它的整体面貌 从而呢 为气功科学奠定基础 奠定思想基础 不过将来我们 讲三论的时候呢 看来 都能讲科学方法论问题了 只能给我们讲讲 三论的知识 现在新的三论知识嘛 是具体的 那是具体的 运用了辩证 维吾主的思想方法 来在自然科学上应用 这些三论嘛 目前有的人呢 学者认为 可以用其他的哲学高度去对待 但是呢 很多学者还不同意 放在哲学里边 而放在科学的方法论 三论基本上属于综合法了 分析法过去比较 比较盛行了 这是从方法论 再有就是呢 要科学知识层次来修养 就是要有条件呢 多学着科学知识 各科的知识 但到目前来讲 咱们同学们 这还不是主要内容 咱们同学们 现在学的这个课程啊 已经排的就很紧 在修学另外东西 对一般的同学来说 就是压力太大了 当然对个别人来讲 有条件的愿意学练 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希望同学们呢 现在先把精力 放在气功理论学习上 因为咱们气功理论 也是科学的一部分了 科一部分了 因为咱们的精力还不够 我想对这个科学意识修养啊 这给同学讲那么多 咱们今天就讲到这 咱们就讲到这